恭喜啊 恭喜 恭喜發達財 老師 還沒過年耶 跟你講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 從現在開始到農曆封關前會發生的事 什麼事啊 七個字 哪七個字 看影片 歡迎大家同學朋友來到股市最潛 現在我是平華 現場為你邀請到的是 連線巨市掌握未來 華觀頭顧高敏章高老師 Dave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全國的特別大家好 我是David高敏章 今天來到了12月15號禮拜三了 老師今天的盤 欸 漲了上來 對 昨天躺平的這些股票也漲了上來耶 而且原來快漲停了 天啊 昨天 平華還沒幫我們上標題 欸 對對對對 我們的標題是 嗯 來 瞧瞧朋友們 今天來送大家一個禮物 欸 什麼禮物 因為我們剛剛在錄那個YT的時候 我們的片頭就是 恭喜啊 恭喜 恭喜發達財 可是還沒過年啊 平華還沒過年 David唱著幹啥 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耶 還是我的心理已經在過年 對啊 老師的心理已經飛到了過年 喔 並不是 我是要跟你講 嗯 今天是12月15嘛 15 從現在開始到農曆 封關大概還有一個半月 封關是1月26號 1月底喔 對 一個半月的時間呢 台北股社發生的是 嗯 我是要跟你講未來要發生的喔 是喔 是未來喔 不是過去發生的喔 未來喔 不是什麼創委長多少 什麼股什麼那個資源長多少 什麼資源漲停 不是不是 什麼什麼大中控長三倍什麼的 不是喔 那是過去 嘿 我要跟你講未來 未來 未來才有價值嘛 對你才有幫助嘛 不知道平華要問你嗎 好 我告訴你上一期開幾號 哈哈哈哈 老師都開完了 老師你會覺得超想揍人對不對 可以告訴我下一期 老師你跟我講下一期好不好 對 真的 沒門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台北股市從現在開始 嘿 到1月底農曆封關 會發生的事有7個字 現在開始耶 從今天 今天呢 Hi this moment 嘿 很出席 到1月底 1月26號 台北股市會發生的事有7個字要送給你 哇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而且今天不用打電話來喔 今天只要 欸 怎麼得到 老規矩 老規矩 訂閱我們的YT頻道 截圖上傳到LINE at生活圈 就可以拿到這7個字 圖丟上去 馬上秀出來 就要自動回覆你 連電話都不用打 不用啦 省了打電話 連電話錢都省了 不要動動手指頭 我知道觀眾朋友們聽說 跟David一樣害羞嘛對不對 我們都喜歡截圖上傳啊 欸 很方便耶 像我一樣對不對 打電話我都害羞 打電話 欸 那個7個字 不用 不用啦 別 免打電話 打電話再去叫老婆打就好 哈哈哈哈 YT頻道截圖 訂閱截圖 上傳到LINE at生活圈 然後呢 這7個字 直接讓你帶回家 欸 其實我David 每次送你幾個字都很準 非常準 消準你知道嗎 很準到不行啦 不要講太久之前 我們講最近發生的 好喔好喔 David在11月 那天就好 26 11月26 嗯 然後我不是送給大家8個字嗎 欸有喔 欸老師 那台北股跌快300點 是啊 來 平衡是剛剛那張 上一張 上一張 來 我是告訴你8個字嘛 11月26台北股是盤中跌300點 是 那天禮拜五 對 收盤碟280幾點 有 David說送你8個字 嗯 欸那天破線耶 是啊 我跟你說買點浮線喔 而且會輕鬆大轉 欸 隔天就11月29啊 禮拜一啊 我記得 對 那天是送的時候是禮拜五 對啊 送完禮拜一啊 禮拜一是被破在最地點 對耶 來 平衡來看下一張圖 好喔 觀眾朋友跟我們一起看 有沒有一模一樣 一模模一樣一樣 那有沒有這個線 你再看上一張圖 欸 好像你畫的一樣耶 好像喔 怎麼一模一樣呢 老師你不只是腰骨蕩師 欸其實我不是現在跟你講喔 我一個月前的 禮拜股是會長這樣喔 是夠為盡情耶 我要跟你講12月呢 你大概前半個月會有點無聊 嗯 因為指數千萬八 嗯 又沒來 又沒來 11月來一次又沒來 又沒來 12月來一次又騙我 對不對 傷害我的感情 欺騙我的同情心 是的 對不對 那像昨天的禮拜股 又一根白點的黑K 是啊 你有沒有覺得心驚驚 未靈靈 腳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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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那感覺 有 有沒有覺得心會一冷 欸不對老師 接骨牌又快上停了 真的啊 那怎麼真笑耶 每一次站上所有軍線都給我回檔 是 跌破所有軍線都給我起掌 起掌 這技術分析是怎樣 噗嚨公是不是 來亂的嗎 這技術分析 對欸最近一個月 我不是講過很多次了 從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現在 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 你最近看到技術分析都是 被扒來扒去 真的 扒來扒去 真的欸 扒的領夾都腫了 你看加權指數更好玩 欸老師 這明明就兩個頭啊 是啊 來觀眾朋友們 好 水運國所有聽眾朋友們 你如果跟電閉一起看YD頻道 你看圖更清楚 雙風 雙風落陀嘛 對不對 欸老師這M耶 這麥當勞形狀啊 天啊 你麥配我怎麼辦喔 我也是有學技術分析的喔 可是老師不對啊 那為什麼你的股票快漲停了 是啊 為什麼我們的手中股票快漲停了 沒錯 為什麼 Why 為什麼股票那麼強 是啊 可是明明指數現在是破月線啊 破月線欸 拜拜耶 看不見喔 看不見 真的看不見 就是因為你看不懂才要送你七個字啊 今天送你七個字呢 是 我們可以一路從今天十月五號 用到一月底 一月底 到農曆封關 我送你七個字 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 好可怕喔 就這七個字 就靠這七個字就賺飯了 這七個字 就靠這七個字 吃飽吃滿賺賺賺賺賺賺賺 而且紅包你也賺到了 哇 更有趣的是你連盤都不用看了 就看這七個字就夠了 天啊 欸我是非常有自信跟你講這句話的喔 因為我已經看到了 喔喔 對 老師你的眼睛是 近視啊 大家來看一下 450度 老師 沒有閃光 但近視450度 還不是那個嗎 把那個 你知道老花嗎 隱形眼鏡拿出來 好像都液晶體顯示隱形眼鏡 我是新型的 那周潤發多久以前的了 現在都不用了好不好 最近二刷三刷很好看的 對啊 你知道發哥喔 我覺得他現在年紀雖然很大的 我覺得他好有韻味喔 他就很像那個誰啊 李察雞兒那種感覺 欸有 對不對 有有有 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你如果喜歡周潤發的朋友 你應該滿認同我的講法 是 發哥是我們的偶像好不好 真的 他當然演那個獨生啊 小馬哥啊 帥到掉了 真的 品化今天都沒有拒絕我的那個陷阱 我沒有拒絕啊 沒有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剛剛已經幫自己補了 欸最近看了很多遍啊 二刷三刷四刷 是是最近才看了 最近有看的 好好笑 老師帶你看是未來啦 對啦 我們要跟你講的是 從今天開始到努力豐關 是 的行情 有七個字 七個字喔 欸這一次比較難喔 有一點點難 不是四個字也不是八個字 是七個字 七個字 難猜喔 真的想不出來 對 我剛開始呢 老師說我這七個字沒有打上去 一般來說老師 所以七個字是什麼 恭喜大家發大財 恭喜恭喜發大財 七個字耶 所以是我剛唱那句喔 恭喜恭喜恭喜發大財 是這個嗎 當然不是 我跟你講七個字是 確實在這個市場上的 主力大咖業內 一定會認同的七個字 哇 一定會認同的七個字 主力大咖都會認同的 一定會認同的七個字 所以觀眾朋友們 聽眾好朋友們 所有熱愛賺標股 邀股的好朋友們 這七個字你一定要帶回家 不用錢 連電話都不用打 是 直接YT頻道 本頻道直接截圖上傳 到LINE AT生活圈 電腦自動回覆 直接會把這七個字秀出來給大家 所以連猜都不用猜喔 我唸給大家聽 我們會秀醒 好好好 我已經請他們寫好了 好喔 那截圖上傳之後 他會送你一段話 從12月15日 今天後到農曆風關前 行情寫照七個字 然後就叫啪那七個字 哇 就這麼簡單 你會看到這一排 是 文字 好 所以現在老朋友 都不用猜喔 訂閱 截圖上傳到LINE的生活圈 七個字直接讓你帶回家 為什麼老師這麼篤地 他看到了什麼 又知道了什麼呢 所以這七個字 你一定要把他帶回去 所以七個字 問我說老師 那你明天買什麼 我看不到 我就會叫你買啊 大家說 老師你既然能夠預知嘛 對不對 規劃未來嘛 因為你知道 每一天會發動 不只一檔 你知道嗎 對 沒錯 那我是不是要先確定一下 哪些是可以買的 我就先準備好了嘛 所以你說明天我可能知道 好幾檔會發動 但我要確定哪一檔能買 不要開盤漲停的 買什麼買啊 那就不用買啊 那就不會負責 成交量太小的 不用看嘛 要好進好出嘛 叫我朋友說 老師摸摸苦玩標 那個不用看了 為什麼 我進了去出不了 我買來幹嘛 真的不好進出 對啊 好 等會下半段節目呢 等一下要來請教老師一個問題 好 跟我們剛剛談的內容有關係 我突然又想到了 你又想到了 老師不要緊張 他想到我會緊張 不要緊張 好不好 別忘了 我們這七個字要把它帶回去 這七個字如何得到呢 廣東來告訴你囉 好 來 因為我在想說12月啊 最近兩個禮拜 出入我們所料嘛 加權指數橫向 橫向 因為我昨天錄阿哥的節目 我們就有聊到 就是說 逼近萬八 很多人覺得站上均線 對 多頭排列 沒錯 結果追高 是啊 又被卡住 沒錯 昨天跌破月線 我是不是應該減碼停損 今天又大漲 就大漲 又被打 指數沒有漲 是股票飆上去喔 又被扒了 又被扒 是啊 我問你嘛 來來 3.35支援監場停對不對 監場是好買點啊 昨天是不是破線 破線啊 破點 我昨天才在阿哥麗節目上講說 我說這一支可以買 你一定不相信 可是破線 昨天跌7%可以買 對啊 監場停 好可... 誇張 你有沒有很機車 誇張 你有沒有很健康 有 所以說這個行情就是一個字啊 健 康 那這7個字就跟健康有關係 哦 這7個字就跟... 所以你不要亂猜喔 不是什麼健康健康太健康喔 我不會弄那麼爛梗喔 David絕對不用這種爛梗的 我用的是很明確的7個字告訴你 為什麼會長這樣 只要7個字就可以幫到你了 7個字就可以幫到你了 而且你一定聽得懂 你一定看得懂那7個字什麼意思 清楚明白 好啦中場休息呢 來聊一個最近 我聽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笑話 嚇一下 觀眾朋友們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那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趕快趕快訂閱我頻道 那記得訂閱按讚 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來聊好玩的 好笑的 最近聽到的 我快笑翻了 什麼什麼好笑的 你知道我們這個圈子 有一些是很資深的大咖 或大神級的 就是不僅是學歷經歷對不對 背景啊 口袋也非常的深 所以他們絕對是市場上可以稱為 主力派的那種大咖 不是小主力喔 是真的有實力的 而且真的看得懂行情那一種 對 他最近啊 這位大神啊 神不是神 是神 他是男的 我想說是大神嗎 你們不是 也不是學王姐姐 阿君嗎 喔不是 好來大神 大神喔 這個阿妮姬 他最近講了一段我覺得好笑的 什麼什麼 他說那些投信的小老弟啊 做股票啊 看線做線都會用技術分析 被扒來扒去很丟臉啊 就剛剛我們講的 所以我們 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在節目上 就不要再批評這種事了 你知道3035支援 就是投信在剛聽算完而已 天啊 所以才說這兩天會買點嗎 欸跟他們對 你可以去查 投信剛聽算完而已 今天就這樣聽 今天就這樣聽 他就被修理了 哇賽 喔 所以我們真的也需要這些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喔 他這位大哥 大咖啦 講的也沒什麼錯啦 但是據上平話講的 我們也不能不要說投信怎樣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很感謝他們 蘇蘭甲蘇蘭琴蘇蘙鉤蘇蘇蘇贏 這個你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以後盡量不要戳破他們 好不好 這讓人要被電好了 快來笑死了 他就是我們的明燈嘛 古海明燈我不能講過兩種 明燈有兩種 一種是神准 神准 一種是神不准 你再對做就好了 結果也是神准 真的很需要他們 好啦 我覺得蠻有趣的啦 但畢竟就像剛剛那位大咖講的 就是投資喔 不要只看技術分析啦 你看12月份這種區間盤 技術分析一定是8到 金四十 真的啊 真的是8來8去 你看臺北股是M頭 不對 那國平怎麼創新高 所以它不是M頭嗎 投資有很多的方法 你可能從最外層的總體經濟 對不對 到各方面的指數 到股票的指數 到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小型的腰股 那怎麼看最準 要有小才看大 不是有大看小 那懂嗎 訣竅就是這個而已 有小看大 不要有大看小 因為魔鬼就在細節裡 你看家裡指數看起來軟趴趴 為什麼David會知道 11月26日那個大碟 我送你8個字禮拜一會是蠻蠻蠻蠻蠻蠻蠻 我上次送你8個字 我說禮拜一見小 有馬上能用 你可以去看重播 馬上就能用 我就講禮拜一忙就能用 他說禮拜二就沒有了 禮拜二就沒了 我送一天而已 有沒有講過 我說我送一天就夠了 他平常我說為什麼 我說禮拜一就能用 禮拜二來不及了 對我想說只送一天 為什麼只送一天 所以送8個字 正常來講對不對 我們做送個活動 送幾個字 好歹要多送個幾天 兩三天三五天正常 真的是一個小氣送一天 我說禮拜五刷下去禮拜二就能買了 我送完就沒了 而且禮拜二就用不當 禮拜一 禮拜一用完就波段低的上來 我禮拜送你幹嘛 都丟這個 果然就是啊 有很準 有 省準 好啦 那我這次送你7個字 7個字喔 你不要猜啦 訂閱YT頻道 YT頻道 截圖 上傳到LINE的生活圈 要記得前面要加at 是 要要要 at那個D A V I D K A E 6 8 8 4D 現在是YT 可以講 廣播不能講 真的網路 不能講 用你的LINE搜尋一定要加at 要要 你如果沒加at會出現那個什麼菲菲的那個 菲菲 對那個美女圖 我都會記得 她下次可以換一張的 一定要換 不要換個那個什麼 夢娜什麼之類的 露娜什麼之類的 真的嗎 還是什麼啊 好啦 一定要前面加小老鼠 才不會被跑到奇怪的地方去 真的 跑到 可能就沒辦法 不是 你知道 我真的覺得YT頻道 那個頭像啊 放個美女圖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的確是 因為一看就知道是詐騙啊 不是 不是 我要講的是 那很像是做黑的那種感覺 不是說那個人好不好看喔 那個圖一定是被盜用 一定是被盜用的 可是你知道以後你自己 在網路上 你知道遇到那個大頭貼很漂亮 長得漂亮的 絕對不是本人 通常 通常啦 99% 因為其實你看網路上這種 那種盜用人家的圖片 開評票太多了 對 沒錯 好啦 話不多說齁 所以今天12月15日 15號 我們來送大家七個字 七個字 一定要把帶回去喔 從現在開始到農曆封關前 現在想要這七個字 就會想唱那個 恭喜 要恭喜 我想說還沒過年 就唱公子了 不是 因為平方問我說 老師今天你對不對 要送七個字 那你有什麼ID ID 對 我說那我用唱的好了 好 唱給你聽 對 我用唱的 硬要唱的 硬要唱的 我們有沒有想說用什麼 他本來想說又幫我找那個曲子 過年的曲子 對啊 不要忘唱的 硬要唱 好吧 那就笑嗎 OK OK的 好 來 第二段 第二段 這麼快 這麼 對 昨天那個 3711 249711 249711 大家都打來問了 我們就按照原定計畫 好 該獲利了解就獲利了解 該留就留 就這樣 等於沒講 這不是很清楚 有啦 你打來就知道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嗎 對 昨天打來都知道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我要跟媽媽講 對啊 就像你說 老師我知道明天這個開幾號 那知道就好了 我就不用講了啊 那你可以跟我講了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好 來 第二段囉 歡迎請問回答股市最前線 親愛的好朋友別忘了 從今天開始到農曆封關前 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對於行前盤是怎麼看的 操作也是 來來來 這七個字 直接把它帶回去 你就知道了 老師告訴你的是 未來喔 未來 還沒有發生的喔 一定是未來 你馬上就可以受用喔 來 七個字 如何得到 YT頻道訂閱 本頻道直接訂閱 然後把訂閱的頁面截圖下來 上傳到Lite生活圈 這七個字直接 對 直接電腦回傳到你的手機 或電腦上 連電話都不用打 對 它是直接回傳 動動手指頭 那為什麼可以看到 這麼的 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要從小看到大 有有有 小處處處處處 你如果看加權指數 你會覺得這個盤在做頭 是耶 對不對 可是明明股票在漲 在創新高 好不好蒙尼 為什麼資源投信 剛停搶完今天漲停 我真的要講資源 昨天投信 昨天不是投信 前面就停損了 然後投信已經賣了大概半個一個月了 結果昨天資源破線對不對 我說那會是買店 你看今天忙漲停 對啊 你看看 所以我們不能確定說 資源後面空間很大 因為它畢竟漲過了 可是你回頭想想 這是不是跟投信對著 是的 這就是我今天中場休息生講的那個故事 來投資朋友 最後這個要講 這個我不要講 不要講 不要了 你有訂閱我的外地頻道 你自己去看了 我快笑死了 另外就是想請教老師 昨天老師還特別在我們休息的時間 沒有在錄影的過程當中 就講說這一檔的股票你看 對啊 這一檔喔 一個是資源嘛 一個是這個啊 今天有跨漲停啊 老師你看喔 可是昨天資源 我們昨天是在下午的時間 中午經濟下午時間 對啊 就台北股市那時候 資源跌7%啊 可是但是呢 那個買賣的數據 是晚上的8點之後才會出現 對啊 為什麼就可以馬上就知道說 今天這檔的股票它會漲 那方法很簡單 你就跟Devian那麼健康就猜得到了 你絕對可以完全抓得到主力的手法 馬上被修理耶 怎麼可以這麼的健康 我常講那句有沒有 蘇蘭甲 蘇蘭琴 蘇蘭勾票探掌庭 學會了沒 有 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 這句要朗朗上口 我們常常會用得到喔 對我們這次教學相長的節目 對不對 會不會大家看完我們的節目 大家都變得很健康 很健康漸漸又看看 會嗎 不要學壞喔 很容易耶我真的覺得 真的嗎 還蠻容易的 像我這樣學壞嗎 都平話教我的 亂講 才沒有咧 老師功力多強啊 每個配合過的 我功力強你又知道了 實在實在 哎呀真的是 你這樣講我都不知道怎麼跟我老婆解釋 09 不是因為平話上就說 馬上打電話大聲 招數多 招數多 我想說招數多你也講錯了 我到底我要怎麼解釋 你怎麼知道 你又知道我招數多 大掃電話09 對 好朋友們今天重點是 對 這幾個字 這幾個字啦 今天連電話都省起來了 真的省起來了 直接訂閱我們的YT頻道 然後截圖上傳到 來一個生活圈 來一個生活圈 你在搜尋前面一定要加 小老鼠 一定要一定要 然後再打David那個號碼 是 就可以了 老師那近期其實很多的好朋友看到 近期的其實蠻多 全球的一些因素 紛紛的非常多 對啊 總體因素啊 非常多 哇老師明年是不是要升息三碼 最近好像在講耶 是 是最快最快人家說明年三月就要升息了 就要升息了 我是要趕快賣啊 不對啊 股票怎麼一直漲 真的是股票一直漲 一直飆耶 這樣對嗎 對啊又有人說會有那個 哪個 氣息賣壓啊什麼一堆問題 昨天老師在節目當中 氣息賣壓 明天的台積電 然後昨天老師給大家回覆了對不對 不知道你買台積電的氣息 氣不氣息干你什麼事啊 跟你不是啊 老師的表情好嚴肅啊 不是我就講句真的啊 干我們什麼事啊 不干你事 你手上有沒有台積電 你又沒台積電 台積電氣息啥的指數 又不是你的股票 是喔 搞不好你看台積電氣息賣壓 人家股票漲停啊 對耶 而且還不是小股票 智元不是漲停 然後我們前兩天買那個 一些中小型股 像那個 對對接一塊漲停 我想說 早上講出來 五三什麼那個嘛 接一塊漲停啊 對不對是不是 是是是 那還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我昨天剛剛 這一次有買一點 嗯 還想說那看起來破線啊 我都很想扒他的頭 五三那一支嗎 對 智元也是啊 我就想扒他的頭那是什麼 我說什麼年到 我跟你講多久了 十二月不要看技術分析 真的 結果今天漲停了 哇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大家不相信 技術分析破線 破線隔天就大漲 是 站上均線呢 隔天就大跌 真的 真的 你不要學頭信好不好 八來八去的 都被他笑話了 真是的 真的 夜內大咖都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都出來講話了 我想說 你知道他還直接電他們說 好啦不要講 繼續不要講 因為他們是當人家面講的 我覺得我們不要講這個 好啦自己看中場的節目 真的 你知道 你知道前輩的前輩講話多難聽 你知道 你們這樣子都被外面笑話了 你知道嗎 我們不要再笑人家囉 不能 全國觀眾朋友們 聽眾朋友們 蘇蘭家蘇蘭琴 我們鼓鼓掌聽得好 不要再笑人家停順 在地板上 敢問哪 這句話也滿那個的 我覺得有 有 敢問哪 好啦 來盡情老師告訴你 指數不要 我們指數放兩旁 不要管指數 不要管指數 來follow我們的老師 你連技術分析都不用看 真的不用看 管指數 老師台北股市看起來大盤M頭 M頭不對 M頭不對 不對 那是什麼頭 沒有買的可能會變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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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重點是老師 帶你看的是未來喔 就是一個是未來 為什麼會在 那個時候 這個時間點 你看嘛 我們11月26日送你八個字 我說禮拜一就可以買 對 就可以用 為什麼那麼深層啊 禮拜一大跌真的是買點 真的是買點嗎 是啊 那今天台北股市 是破線耶 反彈無力 現在去多少 去 現在去20點 對20點 老師破月線對不對 反彈無力 你告訴我再上去會萬八會過 我就送你七個字嗎 是啊 我直接明白告訴你為什麼嗎 有喔 這七個字就告訴你原因在何在的 原因何在 其實昨天品牌也在節目當中請教老師 就是昨天盤是拉回重挫168點嘛 然後說那隔天會不會再拉回 我希望啊 會不會破前滴 老師說不會 但我說我希望它再下來啊 我以後可以多買一點 下來但是它的區間會越來越縮對不對 它就會縮嘛 第一個區間已經結束了 第二個區間大概這兩天也結束了 然後再就照我講的那七個字去做 那個規劃做 就我今天送你那七個字 一定要把它帶回去喔 好啦這七個字我們這禮拜送一送就好了啦 因為我怕啊 這禮拜就好買一點嘛 這禮拜只剩今天明天後天三 等一下拜三嘛 送三天就好了 可以了啦 可以喔 可以的啦 不會啦 大家自己用力賺就好了 真的是用力賺耶 這七個字是幫你賺錢的 你自己把它帶回去 完全免費喔 我們就是你只要訂閱David的YT頻道 截圖上傳至LINE at生活圈 這七個字電腦系統自動回覆 和電話錢都省了 有 省了 七個字帶回去 讓你在從現在到過年 農曆封關前 我們就一路給他到封關 一路給他到封關 不能再往下講了 就透露了 這七個字到底哪七個字 真的都不用猜啦 打電話進來 老師就是這麼的大方的老師了 也不用你猜 所以七個字是平化是個大美女 絕對不可能 他人不可能 我絕對不會這樣寫 好怕老師 我真的寫這個吧 不可能 不可能啦 對對對 這七個字絕非 你一定猜不到 猜不到 因為我也猜不到 因為通常老師要送什麼東西 我會第一時間知道 但今天連 對 老師給我的paper裡面 完全沒寫 然後就隨便一起 我就跟平化說 那你自己截圖上傳就知道 我說老師你這樣子 真的我真的沒辦法 好啦我給他看一下 你不覺得看完那七個字很妙嗎 很妙 為什麼我會這樣看 因為我是真的看到那個現象 我才會這樣講 真的很妙欸 所以你就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指數沒有漲股票那麼強 股票真的很強 就是因為那個七個字 就是因為那七個字 來 連主力大他都認同 那也認同就是七個字 七個字非常認同 你拿到了之後 你也會認同這七個字 那重點是你要實際行動 真的啊 你要實際行動 一定要實際行動 所以現在好朋友 如何得到這七個字呢 來廣告中告訴你囉 節目最後再次感謝Devra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OK 謝謝平化 謝謝全國的好朋友們 送各位七個字 祝大家一路輕鬆到封關 YT頻道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掰掰 三個字 還有幾個字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 自道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英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觀投顧104》 金管投顧新字第009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